作词准备 怎么啦 你生病了吗 既然你说过要进行家访 你就应该坚持到底了 年轻人不能再玩游戏啦 别担心 我不会再玩了 林老师 我还以为 今天没有家坊了呢 是的 但是你不介意 我进来待一会儿吧 当然不介意 请进 今天真是最糟糕的一天了 你们这些家伙 都认识林老师吗 哇林 你的猫可真多 是啊 我曾经和您提过的呀 我自己转转 你不用跟着我了 你去玩你的游戏吧 游戏 当然 快去吧 哦 好的 那您随意看看吧 来了 猫咪 猫咪 你在哪儿 六十六号 六十六号 看起来他没有把你关在这个屋子里呀 对了 我可以求林老师帮忙缝补呀 林老师 你参观完毕了吗 嗯 真奇怪 那刚刚明都在这儿了 林老师 你从哪儿出来的 我想求您搬个小麻 如果我想让您帮我缝补一下 你不会介意吧 林 你把它藏哪儿了 什么 66号 谁 就是你的闪电猫 你怎么知道他 你可真笨 你看我是林老师吗 那你是谁 想想 你没忘记我呢吧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马上召唤66号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告诉过你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但是你可以召唤他 快点儿 如果你不着做 你不仅仅会失去闪电猫 再有这些 无用的野猫 你把他们远点儿 那你就快点召唤66号 现在 马上 住手 会是谁呢 会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 不管是谁 如果他走进这个房子一步 你是知道后果的 我来看看你吃了晚饭没有 家里有人来了吗 这个 你一直在玩游戏是吗 那个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林的班主任老师 真可怜 你肯定让他折磨坏了 其实还好了 别逞强了 看管像林这样的孩子 不是一个人可以搞定的 林 把我的衣服给我 我自己缝吧 在楼下呢 我去拿上来 你们最好快点离开 能和我说说林在学校的表现吗 哦 林 他是个比较守规矩的学生 哦 算了吧 如果他真的守规矩 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来进行家访了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教师 所以我太知道像林这样的不守规矩的孩子是什么样 他在学校肯定是个惹祸精 他的成绩也肯定一团糟 哎 哎 估计还每天上学都迟到 哎 虽然林是个惹祸精 但他心肠很好 你看他怎么对待那些流浪猫的就知道了 有时候小家伙也帮我泡泡腿 你知道的他没有了爸爸 但是他从来没有过去 那你就别经常责怪他了 对不对啊 林 讨论